又一款大吨位战机问世 立位直逼舰20 一个全新时代正在来临 随着时代的发展 空军已经成为了现代化战争中的主力军 因此大力发展空军以及空中军事武器 已经成为了各大军事强国的目标 我国也不例外 从最初的歼6、歼8战斗机 到歼10、歼16 再到如今的五代机歼20 我国战斗机实现了从仿制到独立研发的转变 而中国空军也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弱变强 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 在战斗机的研发上 我国紧跟美国的步伐 在其他大飞机的研发上 我国另辟蹊径 研发出了很多新一代的空中利器 由成飞611研究所的分支研究出来的一款中高空长航时 TB001双尾蝎 查打一体无人机 在无人机市场成为了新星 双尾蝎无人机是一款双发大型 固定义无人机 它是我国第一款双发查打一体无人机 它的问世标志着 我国在高端智能飞行器设计制造领域 又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 地位甚至直逼歼20 国产双尾蝎 无人机的气动布局 围上单翼 双尾称延伸出双锤尾 机翼吊挂双发动机 它的机身长度为10米 翼展20米 高3.3米 最大起飞重量2.8吨 最大航时35小时 升限8000米 装备两台三叶奖发动机 最大巡航时速220公里 航程约6000公里 它的机身下面有8个武器挂点 最大任务载荷能力近一吨 几乎是翼龙和彩虹无人机 载弹量的两倍之多 在载弹量方面 可以说是无人机领域的轰炸机 在无人机领域 我国作为后起之秀 如今已经为我国军工业 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值得一提的是 双尾歇无人机一开始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 如今转为军用 不仅能为军方节省大批研制经费 同时还为民营企业 进军高端战机市场奠定了基础 未来可能会诞生更多具有竞争力的军工产品 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